一年一度的微博视听大会计微光盛典如约而至 在这个星光熠熠的活动中 众多知名艺人齐聚一堂 红毯走秀 座位分布 内场座位图等各种看点层出不穷 在众多女明星的争相斗艳中 刘诗诗 白露 张小斐等都以高定造型和自信展现了各自的魅力 成为了红毯上最耀眼的存在 此外 还有搞笑趣味的瞬间 比如小巷人家剧组的严妮和关小彤 被网友戏称为微醺母女 让观众忍俊不禁 何炯和玉瑞的精彩主持 使整个盛典更加生动有趣 然而 也难免出现了些许小插曲 值得一提的是 张若云与唐一心间散发出的真挚爱意 让人感受到岁月静好的甜蜜 而白静庭 宋毅则因各种避嫌行为引来了逆反心理 那场座位图公布后 黄晓明 严妮 梅婷 郭涛等实力派演员坐镇第一派 而景田 刘诗诗 王楷 热衣渣则就做第二排 体现了优质演员应该得到更高位置的态度 值得欣喜的是 电视剧《父母爱情》的四位主演 在盛典上难得重聚 并共同领奖 勾起了无数追剧人对青春的美好回忆 此外 表演嘉宾们纷纷选择真唱 《在就业男团》带来的歌曲 别丢了你的勇敢 动情 真挚 谈剑刺和毛阿敏的精彩表演 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